還有沒有誰呢 就讓我們這位瘋狂賽車手來聊一聊好了 來 其實我本身是現在三個系統都有 就是各一支微軟然後蘋果 比賽就是三個系統都有 那其實我今天我是第一次用這一支 也是第一次看到才第一次接觸到這一支手機 那我覺得其實除了它的螢幕 我覺得如果它的螢幕真的要比的話 其實會跟那個iPhone其實是有的比的 就是跟iPhone4其實是有的比 所以說它螢幕會讓人家就是眼睛一亮這樣 那其實我個人就是用那麼多智慧型手機 我覺得對這一支來講 我最覺得最好的部分是在於說 我們大概這樣玩 我們大概玩了半個小時 然後有玩遊戲或者是上網 或者是用WiFi 那這支手機雖然很薄 我剛開始還會想說它很薄 然後它的電池還可以塞那麼大的能量 它又是雙核心 它會不會說很耗電 然後導致說沒有包錢的手機很燙 可是其實我剛剛這樣玩下來的話 其實手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熱 它的散熱方面其實是做得非常好 在那麼薄的手機裡面 甚至像我平常用iPhone 你會感覺它手機會發熱 但是這支手機就是明顯的 在沒有任何的保護圖的情況下 沒有感受到很強烈的那種發熱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它非常 技術上面非常厲害的一個突破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光黃賽車手 好 那